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25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向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最高检工作报告 南都记者关注到 与往年报告所披露数据不同的是 今年报告首次分析了20年来刑事案件变化情况 且很多数据对比横跨了5年时间 据报告显示 从1999年至2019年 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 从16.2万人降至6万人 年均下降4.8%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 从45.4%降至21.3% 最高检工作报告如何起草行程 最高检办公厅新闻办主任 新闻发言人王苏苗告诉南都 报告起草过程历时半年 为习好报告 最高检同时征求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省区市司大家主要负责同志等各方面 共290人的意见 提出了很多很有建设性的思路 观点和具体修改意见 帮助进一步修改完善好报告 再次提出了最高检查的提供 谁真是一极不仅的 这次提供的并不仅是一极不仅的 不仅是一极不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